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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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電燈收垃圾 小小年紀服似起來卻一點都不馬虎 這個高中男生是曾文淵 在教會他是大家稱讚的童工 在學校他是班上的開心果 但在天真笑容的背後 其實也有過一段年少轻狂的歲月 就那段期間我很叛逆 對 其實我會打架 我會鬧事這樣子 最誇張就是去到法院 差點留下前科的叛逆少年 來到教會 就被上帝深深的感動 就當我繼續回到教會聚會的那一次 我就特別被那時候的敬拜讚美感動 對 我的眼淚就一直流下來 因為我知道上帝他還沒放棄我 是我自己先放棄自己 認識上帝後的文冤 生命的改變 讓一起長大的同學都驚訝不已 最大一個差別 就是他有一次在跟我領袖玩座 然後他下一秒就跟我講說 他要去打人 當時就很震機 但我覺得在信主之後 他就是願意跟別人 為了分享福音的緣故 他要就是放下自己的脾氣 然後能夠接觸人跟別人 跟別人多建立關係 詩篇二十三章第一節 對 耶二華是我的牧者 我畢不是群髮 對 這很提醒我在走自己的道路上面 可能會跌倒 會沒有信心 可是耶二華他是我牧者 神會教導我 祂也提供我一切所有缺乏的東西 對 讓我好好的繼續走這條 生命的道路 希望藉著我的故事能夠改變他們 也能夠來到教會 然後能夠繼續的傳這個福音 從法院到教會 現在的文冤在基督裡 已經是個新造的人 要把福音傳出去 和更多人分享他生命的故事 記者劉偉群 餘品詞 林毅薛 台北報導